大公報 新疆獲3.6億提升基層醫療 2015年7月12日 《中國新聞》A10 《大公報信》 據新華社報導 今年 中央財政將下撥資金3.6億元 以民實新疆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基礎 改善醫療衛生服務條件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法改委透露 根據國家以下達的2015年中央預算內投資計劃 今年中央將撥府新疆院級醫院建設項目資金2.46億元 鄉鎮衛生院建設項目資金8,100萬元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建設項目資金904萬元 村衛生室建設項目資金2,730萬元 自治區法改委介紹說 通過這些項目的實施 將進一步提升新疆院級醫院 鄉鎮衛生院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村衛生室的服務能力和水準 逐步建立網絡完善管理規範 運轉高效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網絡 為城鄉居民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廉價的醫療衛生服務 近四年來 中央共安排財政專項資金187億元 支持新疆衛生計生工作 持續完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 提高公共衛生服務和基本醫療服務水準 使新疆衛生事業全面提升 人民享受到更多實惠 OMG ох continuous 按多指間 planner 按小時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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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